全球经济前景不明 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才刚刚揭晓 是由三位美国经济学者均分 诺贝尔奖评委会表示 三位学者对于资产价值变动的分析 有独特的成就 获奖人之一 芝加哥大学教授韩森还是位台湾女婿 而他的岳父前中心院院长蒋朔杰 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的华人 得奖的三位经济学家都是美国人 74岁的芝加哥大学砝马教授 专闯分析资产价格和市场资讯 有现代金融支付的称号 一鲁大学教授席勒 研究投资人行为与市场变动关系 准确预测了2008年的金融海啸 我仍然在不信心 我肯定在这场场上 我开始想问我现在的预测 我现在的预测 60岁的芝加哥大学总体经济学家韩森 是三位得奖者中最年轻的 专精以计量经济学方法 评估资产价格 谢谢你 我今天感到很幸运 我第一次要认识我的家庭 其实韩森与中华经济研究院渊源颇生 韩森的岳父蒋朔杰是中金院首任院长 我们事实上在1990就邀请到这个 La Peter Hansen这教授来中金院访问 那时候他是我们当代民经济学家的 系列的第19位 中金院预计 在明年长硕杰先生适时20周年 再度邀请韩森来台指导 新航展开电视 国际新闻组编译